老婆说 我晚上闺蜜聚会 你去不去 去 我要不要打扮一下 不用 我穿短裤 露出膝盖上的瘀青 绝对给你长脸 和闺蜜都是一滴脸 男朋友居然在一个城镇 放寒假一起去看男朋友 说好聚在一起打麻将的 去了才发觉 克莫的原来只能斗地主 小表妹还没谈对象 于是关心地问她 你找男朋友有啥条件呀 小表妹说 她要像泡泡糖 我说 要她沾腹你 小表妹摇了下头 我说 要有嚼头 小表妹仍旧摇了下头头说 一吹就大 在公司不顺心 跟老婆说 不干了 辞职回家全职服侍你得了 老婆来了句 你长得不咋地 活也不咋地 还想吃软饭呢 星期六带女票逛菜市场 豆腐摊老板娘瞅见了 姑娘 长得真好看 这小伙子从小吃我的豆腐长大 女票扭头对我说 没想到你口味挺重要 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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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